大家好,社長 大家好,我是飛龍哥 好,今天來飛龍哥這邊 看飛龍哥的改造卡普空接機的成果 看一下,這台是卡普空之前出的那台Retal Station 然後就花了一些時間把它改了 放樹梅派進去 它的機器是很好看 但是遊戲沒有辦法新增 然後也只有十幾個 只能玩快打旋風啊 還有多客人 我們還是把它改造了一下 你看到這個就已經是素梅派的畫面 對 目前改的話還有一些問題 還有一些小問題 聲音的話目前是不能調整 其實應該是可以的 這個還要再檢查看看 但是目前的話已經是可以玩了 它的這個喇叭是很好的 電源是可以的 然後後面我看一下你改了什麼 為了塞樹梅派的所以這些孔都沒有用 都挖掉了 對,然後加一個這個電源插孔 因為會長到樹梅派 其實它這個你看起來很大 但是它裡面的空間實在很小 塞了很久才把東西塞進去 對,那有加裝了哪些解析呢 加裝喔,其實也沒有加裝了啦 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兩邊這個USB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,你把它接出來 對,我這邊是插了隨身碟啦 這邊是插隨身碟放遊戲 放遊戲用 對,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你就可以拿來插搖桿 你用一般的USB手把就可以用了 那這個好處就是 你愛玩什麼遊戲自己放 它這一個螢幕是4比3 對 4比3是玩懷舊遊戲應該是最好的比例 沒錯 就幾乎不會有黑邊 所以說這個機器 當初買的時候就有很多人說 就拜託你一定要改出來 對,但是我要說一句 這台真的很難拆 尤其是這顆頭,超難拆 那後面的HDMI輸出已經PUSH 對 雖然說有辦法,但是空間實在太小 所以只能在螢幕上玩 應該晒不晒 沒辦法接到電視上 就直接上面玩了 但是買這台我想大家大概也都是收藏許多 是啦 跟飛龍哥來打一下格鬥遊戲 格鬥遊戲 那我要用這個格鬥手把 你用什麼SEGA格鬥手把 用這個格鬥手把 然後插一下 好 插這個USB的洞 這樣就可以用一般的手把就可以玩了 我是2P 飛龍哥1P 飛龍哥你插這邊就是1P 好,我2P 這台其實按鍵還不錯啦 其實玩格鬥是蠻適合的 可以改完之後玩更多遊戲 是非常舒適 是 尤其他可以再插其他的手把 OK 所以如果能接電視啦 能夠把音量做出來的話 那就 Perfect啦 要去看啦 因為 這台 應該 弄的快一個月 ista 功能弄那麼久 要不是 因為 疫情等於還要慢慢這樣 好 是喔 疫情才可以 才可以搞 呀 才有時間慢慢搞 唉 欸欸欸 再丟 哈哈哈 想要兩敗 我打出Toby也打出飛龍哥 我要退出這個快打市場 那樣就像冰盆洗手 好,來玩一下 初級冰崩 大行跡來的冰崩遊戲 好,你我是 我是2P 我是2P 之前玩超人他是做成狠的啦 好像也是這一版本 他說 Toby好像要出一個 機器是可以存在裡面的 對對對 可是那些遊戲有點鳥捏 那就是要來改了 哈哈哈哈 就是要來改的機器 而且那一台這個價錢不便宜 有點貴貴的 現在要來開放遊戲了 欸,是啦 那現在很多商店也沒開 你跟誰預約咧 說廣電啊,要買電啊 哦 然後已經預約 所以買了那一台 其實也是要拿來改啦 對啊 就有 人客問說 車長你會不會買那一台 TITLE那一台 你說看看吧 那遊戲這麼鳥 怎麼買下去呢 可是他有SD插槽 對 聽說是可以加遊戲 但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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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 又等到天皇帝啦 又加一兩個遊戲 你騎到飛龍哥來改 可能比較快啦 嗯 就硬直過去 對啊 就是 蘇美派世代就已經 撐了這麼幾年囉 還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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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再 追求了 除非有新的機本 請 飛龍哥來示範一下 七寶其毛 我啊 對啊 你一批啊 知道這是什麼的 大概都已經快五十了 都超過五十了 嘿嘿嘿 好 我們請飛龍哥來玩一下 紅白機的七寶其毛 用卡普空這一台這一機 這是用手把的啊 啊 用手把啊 嗯 不要以為是自動玩 哦 不是自動玩啊 還沒玩過耶 他只會踹人是不是 他只會踹人跟蹲下放炸彈 炸彈要炸到自己嗎 會喔 哎呦 呵呵呵 好啦 我們只要示範說 其實這台可以玩紅白機啦 對啊 不一定只要卡普空的就是 對 因為這些 設備跟 硬體都已經很開放了 你能改 他就是能玩了 吃老鼠耶 好 就在歡樂美妙的七寶其毛音樂中 超過五十歲的人都知道的七寶其毛 那你不會玩啊 我看得知道你不會玩 呵呵呵 上不去 要去炸這些啦 啊是啦 好像這樣 我也是會玩炸彈 欸 你把他當炸彈能玩啊 好啦不要再錄了 好啦好啦 就這樣 掰掰 啊 啊 呀 那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